台中有行人穿越马路的时候 连续碰上了三台轿车 没有礼让从眼前呼啸而过 民众事后将低视角拍摄下来的画面 拿去检举却接到了警方来定告知 无法举发 原因既然是画面当中没有拍到行人 这个理由让他是无法接受 警方就解释因为担心画面是广角镜头 画面的比例是被压缩的 会有误判争议 不过民众只要拍车跟着拍角入镜 有明显的车距就能够举发 民众过马路前方车辆 一台两台三台自小客车 呼啸而过 谢谢啊不让人 民众傻眼期了比出不雅首饰 事发在台中南区建国南路二段上 吴先生当时走爱办法线上 没想要碰上汽车不礼让 让他更傻眼的是 是要将第一视角的影像拿去检举 却接到警方来定告知 因为行人没入境无法举发 难道我是操控着无人机 还是摄影机自己会飘的走过去 车都快撞上我了 难道一定要等撞上我了 我才能做举发的动作吗 第一人称视角来拍摄的话 以行人来讲可能觉得 他跟车辆已经很近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 客观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准则 没想几周后案件大逆转 吴先生再度接到警方来信 因为警方另外调了监视影像比对 这三台车确实没理让 举发成功 检举轨辆错提供行车记录器 或调阅路口监视器 警方说民众做要自行拍摄 除了要拍车也要拍自己的角 就能够判断距离 进行取发 我觉得有点太瞎了 你要这样子拉又拉到你的脚 觉得太不合理了 如果我要去检局的话 然后他还要求我 但我觉得那你就是在刁难我 警方解释 因为现在镜头几乎都有广角功能 就怕有人可以把镜头拉大 造成误判才会谨慎审视 但只因为人没入境 就无法判定人车距离 难免引发争议 记得从张宁加明 台中参谋到